刘德华受她提携,被发现时已僵硬,四任妻子七个子女大闹灵堂争遗产。 2017年在小鲜肉们过分拙劣演技的硬撑下老戏骨门终于触底反弹扬眉吐气了一番,可在清玉的个人印象中,如果说到令人印象深刻的老戏骨门,还是香港那些黄金配角。 香港演艺圈可比大陆还要浮躁得多,巨星资源多到能类似,而没成为巨星的演员们可能演了一辈子戏都没能演一次主角,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些黄金配角的存在才铸就了香港影视曾经的辉煌。 今天我们便来聊聊其中最资深的一位老戏骨,关海山。 有多资深呢? 到香港后乐剧团很难接到演出维持生活也就解散了,关海生平级演出功底,转型成为电影演员。 进入电影圈后,关海生一路从龙套做起,路人贾匪兵已演了很多年,渐渐成了有戏份的配角,又演了十几年,最后到六十年代关海山熬成了粤语电影首席小生。 可大家或许都还记得,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是国语片鼎盛时期,邵氏等大的电影公司投拍的都是国语电影,所以关海生这个粤语电影首席小生称号大部分时间都是个空壳字,能施展的机会并不多。 七十年代月语片回潮,关海生却老了,男在胜任主角。 1976年关海生加入无限,陆续出演如今我们熟知的诸多角色,A计划,辣手神探,加油喜事等经典港片中都有他的身影,江湖人称虾叔。 当然还有83版《射雕英雄传》中的陆成峰,以及《武艺探长雷洛传》中带领雷洛入江湖的老探长。 2017年让王晶、刘德华、甄子丹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追龙本质上是武艺探长雷洛传及补好两部经典港片的合成版。 当年评级《雷洛传》这部电影,关海山获得金马奖,金像奖双料最佳男配角。 岁月不饶人,2001年关海山拍完《公司恋事多》后没多久因中风导致半身瘫痪,便再也没有出来拍戏。 2005年他在一档节目中露面时,很多人已经认不出轮椅上这位销售的老人贾是曾经的瞎书。 2006年9月,妻子起床后发现关海山已经身体僵硬没有知觉,送往医院为时已晚,享年82岁。 。 关海山葬礼上郑少秋、万子良、吕梁伟等后辈道场送别、杜琪峰、吕梁伟佛林、其他众多因是未能赶回的明星们也都陷上了花圈于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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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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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关海山葬礼却差一点成了闹剧,几位前任与现任撕了起来。 。 关海山年轻时很风流,共有四段婚姻,前三段并没有合法注册,七个孩子,包括广州结识的第一任妻子及养女,在越南结识的第二任妻子及两子一女,在马来西亚结识的第三任妻子及女儿,在新加坡结识的第四任妻子及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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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说下才暂时平息,先让老爷子安心上路。 据悉关海山年轻时通过演戏、独马、买卖古董、购置物业积攒下非常丰厚的资产,遗产不下千万,自然引起几位前妻的争夺,最后闹上法庭经判决后才完成了遗产分割。 一代戏古以这样的闹剧完成人生最后的收场,想来还是蛮让人唏嘘的。参考来源。